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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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大家所看到 用各個部隊代號命名的操演 是位於外離島的國軍部隊 所實施的例行性實彈射擊 就地理位置而言 身處第一線的外離島 若有戰事發生 所屬防衛指揮部 都必須獨立作戰 阻敵奪 也因此 島上除了可以看到濃厚的戰地風情外 實彈射擊的槍炮聲響 也是當地居民早已習慣的常態 現在 就請大家跟著鏡頭 一起到前線實地瞭景 近期外離島的操演實況 濃霧寧靜的夜幕中 山透出微微紅光 這是東引地區指揮部官兵 正以夜行軍方式向防護目標前進 行軍過程也發布狀況 官兵立即警戒搜索不明人士 並協請執法單位處置 隔日清晨 官兵早已在各據點待命整備 檢整彈藥 待上級狀況發布 射擊命令下達 兩洞機炮立即對空射擊 模擬打擊敵空擊降部隊 坑道中的腰洞五流炮 繼續向目標海域射擊形成彈幕 對敵近襲的船團造成破壞 隱身在據點內的機部槍兵 也向敵接近路線射擊 殲滅殘魚敵軍 畫面中的腰洞五流炮 以近似戰車炮直瞄的方式 直接射擊劍拔 這也是外島部隊才有的測驗項目 終於操演基本上在我們東引島上面 是每兩個月針對各澳口 做假想敵的射擊 基本上是由指揮部來統一下達命令 然後先由防空海面上 針對那個澳口 然後實施各建制武器射擊 目的就是要讓所有的全島官兵 知道自己在戰時 他們應該要在哪一個據點 他們的守備範圍 以及他們到底要做些什麼事情 驗證我們戰時是否可以附和 這樣子作戰的需求 其實在這個據點已經待滿久 所以平常一直有在演練狀況 其實我覺得 當如果真的敵軍過來的時候 其實就知道 如何運用這個優勢去打擊 萬一有敵特攻上來的人 去做最有效的打擊 破曉時分 紅防部各型火炮 與M6栋A3戰車已在陣地放列集結 在外敵島中 救助鎮江操演火力最強 這是因為 鴻湖的沙灘地形 較容易遭敵軍大部隊登陸的緣故 待操演時序一到 照明彈照亮海上目標區 炮兵立即對登陸之敵 展開周波射擊 殘餘敵軍接近攤難後 戰車隨機向目標急火射擊 實施攤難火箭 隨後各式機槍也開始向敵 實施防護射擊 赤勝的火力 就是要讓敵軍登不了岸 兼敵於攤頭 實彈射擊中 每個砲手必須完成 自己分內的工作 組合成一個砲班的訓練 在射擊中 我會提醒到他們 必須按照準則的規範 去裝填 以免影響訓練的未來 在操演過程中 透過實戰化的演練 驗證戰場指管 兵種協同 及戰鬥間各項 處置應變能力 強化部隊戰力 透過此操演 使官兵弟兄 熟悉作戰環境 作戰計畫 及戰鬥間各項作業程序 展現全體官兵 同島一命 寸土不讓之精神 並堅定守護家園之決心 馬防部此次由北高守備大隊 在唐後沃沙灘實施雲台操演 操演模擬敵軍 從空中突入 部隊接獲命令後 立即機動至戰術位置 由各聯隊據點 建制武器 對空中不明飛行器 實施射擊 各式武器槍砲聲 伴隨著火紅色的彈道 照亮北竿的天空 也展現前線官兵精湛的戰績 與高昂的戰志 本次操演總共區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戰場照明 第二個階段是敵軍進行 第三個階段是防護射擊 去引導我們不同的機槍 去做不同火力大小的射擊 我們會以各式機槍對空實施火網 主堅我們進犯的敵軍 我們會透過這次的操演 去驗證我們的砲班 還有我們的機槍射手 平常駐地訓練的成效 其實每一次的操演 我都把它當成是真正的作戰在打 畢竟現在國際情勢也比較緊張一點 也有著處事單單的敵人 那我每次在打 我心裡就想 今天我把任務打好 那改天我帶我的兵出去作戰 也是相同這樣子 像我自己就一個信念 正守北疆 守護家園 外離島官兵透過這些例行性的操演 除了具體呈現出各單位 平日勤訓精煉的戰訓成果外 更藉由士兵、實彈的射擊 使地方民眾近距離感受到國軍 保家衛國 自我防衛的堅定決心與實力 以具體的行動 發揚同島移民的戰地精神 並且不斷強化戰力 為確保國家安全做最好的準備